两面国旗同时在赛场上飘扬 因为东奥男子跳高上演了一场君子之争 同时给了两面金牌 战况难分难解 裁判走过来问要不要加赛定胜负 这对默契十足的老朋友却决定共享荣耀并列金牌 天竞场跑道上也有感人一幕 男子800公尺准决赛 美国选手朱特跌倒后 波扎纳夺牌希望阿莫斯跟着摔成一团 但两人并没有放弃 互相扶持起身肩并肩走向终点线 超越胜负暖心一幕 展现珍贵的运动家精神 另外男女400公尺游泳混合接力 夺金热门美国队竟然发生意外 17岁好手雅各比挖进掉落 整趟只能眯眼含着挖进油 最后屈居第五 比赛结束选手们互相安慰 难掩失望 不过有权力以赴都值得鼓励 倒是南韩足球迷可没这么宽容 南韩男足惨遭墨西哥3比6击溃 从小组第一到八强止步 选手躺在地上相当沮丧 苦吞败仗 球迷无情批评 南韩媒体甚至以丢脸耻辱来形容 逼得南韩足球总教练金泛赫出面扛则 希望大家别再把辛苦球员当作攻击谩骂的对象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全能堂上并且为继续抢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接触静计定上并且为继续抢